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三一三章下跪道歉 爸 你醒了 你没事了吧 肖富文又惊又喜 连忙跑到肖艺红的跟前 肖艺红双眼圆睁 他喉咙中发出一阵呵呵的声音 好像是要说些什么 但是他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秦秦 你委屈下 向妹妹道个歉吧 看到父亲这种情况 肖富文咬咬牙说 毕竟老爷子的命关紧 肖富文 你是不是男人 你爸的命关紧 我的尊严就不关紧了吗 苏秦怒道 秦秦 希望你大局为重 肖富文无奈地说 大局为重 就要让我跟那个贱人的女儿下跪道歉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苏秦大怒道 现在又加一条 必须自抽耳光 肖海妹淡淡地说 你 肖富文有些无言以对 眼看时间越来越紧 他咬咬牙 转身喝道 跪下 道歉 你妄想 苏秦大怒 又失出以往的招式 肖富文 我跟了你这么久 有对不起过你吗 我这些年受的委屈有多少你知道吗 你竟然这样对我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 只要他跟肖富文有冲突 他往往就用这招 百事百灵 但是今天似乎不太管用了 肖富文突然喝道 如果你今天不跪下 那我们夫妻勤奋 到此为止 这句话一出 苏秦的神情一致 他不敢相信地看观肖富文 尖叫道 肖富文 你说什么 有本事 你再说一遍 如果我爸今天有什么事情 明天我们就去离婚 肖富文冷冷地说 苏秦呆住了 他的娘家是一个没落的世家 家里的风光早已经不在 现在娘家的那些人 等于说是依附这肖家 才苟延残喘 如果离婚了 等待他苏家的 将是灭顶之灾 还有二分钟 如果再不道歉 我想也没必要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跪下 马上 肖富文喝道 她是生平第一次有魄力 也是生平第一次在这个女人面前 以命令的口吻说话 苏秦身体一颤 他喷得一声 跪倒在地 平时他可以对肖富文指手画脚 但肖富文真正地拿出来一家之主的威严时 还是让他含尽禅 对不起 我不该骂你 苏秦咬牙切齿地说 让他对那个贱人的女儿下跪 这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耻辱 你的嘴太贱了 自己长嘴 萧海妹冷冷地喝道 母亲是自己心中的逆灵 不允许任何人侮辱 苏秦咬紧牙关 一言不发 还有一分钟 叶浩轩淡淡地说 苏秦微微地一颤 艰难地抬起手 不痛不痒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虽然这两巴掌并不重 但是对他来说 是莫大的耻辱 他知道 自己这辈子 在萧海妹的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了 叶浩轩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走到萧奕红的身边 手中金针一掌拍出 金针刺入她的百会学中 苏秦站起身来 委屈地放声大哭 她边哭边跪着离开 萧富文现在没空理会她 只要她父亲没事 她回去跪搓板都可以 任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七管炎 竟然有这么威严的一面 叶浩轩金针拍入萧奕红的百会学 她整个人猛地坐了起来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然后一口浓潭吐了出来 爸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萧富文紧张地扶着她 差点 要了我这条老命 萧奕红囊囊地说 听她开口说话 萧富文紧紧悬着的心 才放了下来 父亲之前的病 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任何医生都断定她活不过今年 没想到 叶浩轩一番诊治 竟然会让她恢复了过来 爸 你没事就好 萧富文松了一口气 小伙子 你的医术不错 萧奕红赞许地向叶浩轩说道 你要什么 尽管提出来 只要我萧家出得起 一定会满足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还她一个公道 叶浩轩向萧海妹一指 虽然萧海妹现在面貌大变 但昔日那个清丽的少女轮廓 依稀可变 萧奕红看了一阵 这才恍然道 是你 还记得我 看来 你还没有老糊涂 萧海妹冷冷一笑 我救了你的命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条件 叶浩轩淡淡地对萧奕红说 你无非就是让我承认她的身份 这个我可以做到 我也可以为当初做出的事情道歉 当年我做的确实太过于绝情 但是 我萧家的人都是跟郑苗红的人 她母亲来历不明 身世不清 不可能入我萧家陵园安葬 萧一红沉生道 爸 妹妹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她就这一点要求 你就答应她了吧 况且她母亲当年为我付出的 也确实太多 萧富文叹道 她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 当年萧老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根本不敢有半点反驳 如果不是因为她没有魄力 萧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 是萧一红一个人称着 住口 我的决策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 萧一红喝道 萧富文果真不敢再开口 她默默地站在一边 一言不发 这么说 你是不想答应这个条件了 叶浩轩冷冷地说 别的条件都可以答应 只有这个条件 是绝对不可能的 萧一红喝道 这就是我要的枕金 你不是想不给枕金吧 叶浩轩脸色微微的一沉 想要枕金 我萧家有的是钱 要多少有多少 唯独这个条件 我不可能答应 萧一红喝道 是吗 你是不是以为你能起来说话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叶浩轩冷冷一笑道 怎么 这还不算完 我现在觉得挺好的 哈哈哈哈 萧一红边说 边起身下床 来来回回地走了几步 她心里对叶浩轩的医术倒也佩服 之前她半死不活的 躺在床上等死 叶浩轩来不到半个小时 她就可以起身来回走动 这年轻人的医术 果真不一般 忘记告诉你了 你现在状况 是我以真气强行贯通你的经脉 才让你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 但你不是习武之人 真气无法存在你气海中 所以你这个状况只能维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你会回到之前的样子 叶浩轩微微笑道 萧一红的笑声啊然而止 她喝道 你在耍我 不是耍你 叶浩轩边说 边从一个瓷瓶中取出一颗药丸来 这颗药丸色泽金黄 入鼻生香 正是她以百年老餐 极品灵芝以及混杂了几十中名贵药材所制成的保命药丸 这药丸一共也只有十颗 之前在青山寺时候 给那孕妇服用了一颗 你的病 只有服下这种药丸 才能完全算好 叶浩轩边说 边把药认完 送到萧海妹的手中 她淡淡地说你的生死 现在由妹妹决定 答不答应 就看你一句话 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 我就不信这药 只有你有 萧一红喝道 不要质疑我说的话 就算我把药方给你 你们也凑不起这上面的药材 叶浩轩微微地笑道 萧海妹接过那粒药丸 冷笑道 这药 你要还是不要 要的话就答应我的条件 风风光光把我母亲迎入陵园 不要的话 我去喂狗 你 你再吓我吧 萧一红有些半性半影地 看向叶浩轩 是不是觉得你双腿 已经有些发麻 这就是真气涣散的迹象 不出半个小时 你就会像以前那样 躺在床上 动也不能动 叶浩轩微微笑道 你 萧一红心中狂跳 叶浩轩说得不错 她现在的确是双腿发麻 而且她渐渐地感觉不到了双腿的存在 爸 你就答应了吧 就算为了萧家 萧富文道 萧一红的脸上阴惊不定 她已经确定了 叶浩轩说的话多半是真的 她思索了半天 将利益权衡了一下 才不得不依恒心道好 我答应你 回京以后 你母亲可以葬在萧家陵园 自我以下 萧家之人全去祭拜 哈哈 萧海妹突然放声大笑 她笑得有些疯狂 甚至眼睛都笑了现来 你们萧家 不是书香之后吗 不是不接受来历不明的人 进入萧家吗 你们萧家不是有萧家的规矩吗 狗屁 刀架到你脖子上 你萧家狗屁都不是 萧海妹突然把手中的药丸 直接丢到地上 她冷笑道 现在用这种方法逼你就犯 量你也不服 我答应过母亲 我要堂堂正正地带她走入萧家 而不是用这种逼你就犯的方法 她突然立声道 萧一红 我要你好好活着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服口服地 把我母亲葬入陵园 一边的萧富文 边把药捡了起来 然后试去上面的灰尘 萧海妹的语气极为不静 但是萧一红出奇的没有生气 相反 她有些双眼放光 良久她才点头道 好 有魄力 比你父亲有魄力多了 可惜是个女儿 不然的话我把萧家交给你又有何妨 你萧家交给我 我还未必看得上眼 区区一个萧家而已 还真当你们萧家真的家 大业大 萧海妹一声冷笑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 她转身离开 莫哇哇哇 ka da 错了 戴 candle heute 今天 ald过 à 市民 公众 道 对 慢 All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